一个108岁的老人会有什么样的遗憾? 埃斯蒙德·阿尔科克·埃斯蒙德·奥克克是加拿大最长寿的老人之一。 他于1910年1月26日出生,现在已经度过了108岁生日。 埃斯蒙德和妻子海伦一生都生活在农场。 2011年,就在他们72年结婚纪念日的第二天,海伦去世了。 妻子去世后,埃斯蒙德住进了老人院。 埃斯蒙德是6个子女的父亲,17个孩子的祖父,36个孩子的曾祖父,12个孩子的高祖父,就是爷爷的爷爷,如此长寿,又享受着五世同堂的天伦之乐。 这位百岁人瑞应该心满意足了吧。 可是埃斯蒙德·阿尔科克心里就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他对自己的女儿抱怨说,我的71个后人里,竟然没有一个人用我的名字。 在欧美西方国家,人们在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有时会用父母或是其他长辈的名字。 比如美国有两位叫乔治·布什总统,他们是父子,名字相同,都是乔治。 在中文里为了区别这两位,分别称呼他们为老布什总统和小布什总统。 还有美国第35届总统约翰·肯尼迪,他的儿子也因为与爸爸同名,被称为小肯尼迪。 所以,在西方家庭里,孩子与长辈同名,被看作是对长辈尊重和纪念的一种方式。 埃斯蒙德的女儿把父亲的抱怨告诉给自己的孙女珍娜·珍娜·林。 30岁的珍娜虽然是老人36个重孙中的一个,可是却和老人有着很深的感情。 在珍娜刚刚开始学走步的时候,埃斯蒙德就牵着她的小手在屋子里转来转去, 小珍娜边走嘴里边蹦着单字,走,走,walk,walk。 珍娜长大一点的时候,埃斯蒙德把这个小重孙女叫做自己的小伙伴。 几年前,珍娜第一次怀孕时,她打电话告诉了曾祖父,埃斯蒙德马上兴奋地给自己的子女打电话, 告诉他们珍娜要帮着这个大家庭贴人进口了。 去年,当珍娜第二次怀孕后, 她从奶奶那里知道了曾祖父的亲事,为了让老人不再有遗憾, 珍娜和自己的丈夫删定,给将要出生的儿子起名埃斯蒙德, 头条号远方老师在美国相差107岁的两个埃斯蒙德珍娜的小儿子埃斯蒙德在2017年1月11日出生, 春天的时候,珍娜带着孩子开车到临省去看望曾祖父, 当时快要107岁的埃斯蒙德已经不能马上认出珍娜了, 是啊,要记住36个重孙对于一个100多岁的老人, 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不过还好当时珍娜的爷爷奶奶, 也就是老人的女儿女婿在场, 在女儿的提示下, 老人想起了眼前的就是那个被他牵着手边走边喊着walk, walk的小女孩, 不过,最让老人兴奋的是珍娜的小儿子, 得知这个第五代后人与自己同名时, 她把女儿抱在怀里, 不停地吻着孩子的头, 一遍又一遍地说, 你们不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你们不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头条号远方老师在美国珍娜带着小儿子和奶奶一起去看望曾祖父之后, 珍娜把这段感人的经历发到了Facebook上, 她写道, 我也无法完全用文字表达这一切对我意味着什么, 有曾祖父在,让我感到自己很幸运, 是被神祝福的, 尽管埃斯蒙德已经记不清自己那么多的重孙了, 可是对于小埃斯蒙德, 她却念念不忘, 她常常向自己的女儿, 也就是珍娜的奶奶, 询问小埃斯蒙德的境况, 她的女儿时不时地把小家伙的最新照片发给她, 珍娜决定, 过些日子血化了, 她会再次长途开车去看望曾祖父, 那时高祖父埃斯蒙德和他的第五代后人小埃斯蒙德, 还有那个当年叫着Walk, Walk的小女孩, 会再次欢聚一堂, 所谓长命百岁, 福寿双旋, 就是这个样子吧, 头条号染方老师在美国人串, 怎么会再次接纳来的预定真的顺便宜, 就像中文章一样的老师在美国人串的老师在美国人串的老师, 它在美国人串的老师在美国人串, 我们也在美国人串的老师在美国人串理解下自己的老师,